Hello,大家好,G channel 澳門疫情持續升溫,染疫人數持續上升 對社會各階層都帶來嚴重影響 市面上有不少商戶已經人手不足 而需要暫停營業 情況可能更差過618疫情的時候 有商會說這次疫情對於零售 餐飲業的影響可謂相當嚴重 很多店舖都因為人手不足 而需要暫停優染 估計目前中區、旅遊區只剩下約三分之一商戶 仍有做生意 又說旅遊區的租金這麼貴 但仍有這麼多店舖需要休息 影響嚴重程度可想而知 不過商會說如果放長矣來看 業界對於接下來的元旦和新春假期還是看好 畢竟隨著內地和澳門各項防疫措施逐漸放寬後 相信來澳門旅客必定會增多 同時隨著時間推移 亦會有更多感染者康復 重新上班 因此對於前景整體都是樂觀的 雖然當局已將新冠病毒定性和流感差不多 患者的症狀亦相對輕微 但畢竟計劃往往趕不上變化 因此建議當局要謹慎處理 在技術層面上如何做得更好呢 建議政府未來應該做好社區的醫藥配套 讓市民能夠較容易在藥房買到適用的藥物服用 從而也能減輕公共醫療系統所承受的壓力 商會又指 其實據知目前澳門的相關藥物庫存充足 可能只是因為現時染疫人手不足 而未能將藥物分發到死滅的藥房 希望政府接下来做好有關的工作 讓市民能夠買到合適的藥物 亦對澳門社會能夠重回精軌、有信心 好,這一集先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尾截圖二維碼 多謝你的支持